Live Go 歡迎收看 流行星事令 首先我們來歡迎今天的 三位特別來賓 歡迎日本國寶魔術師 影田天宫 歡迎 另外兩位在哪裡呢 你們待會兒就會看到他們啦 是的 我們賣個關子 不過我們有最厲害的 減重專家邱振宏醫師 大家好 聽起來真好 減重專家邱振宏 美國減肥專科醫學會 第一位華人醫師 從事減肥門診二十餘年 協助無數人解決肥胖問題 屢屢受邀至歐美演說 激鼓神經醫師黃如玉醫師 歡迎 激鼓專家黃如玉 為加拿大激鼓神經醫師 常受邀各大節目 教學正確的體態姿勢 還有12次Fashion的時尚學員們 歡迎你們 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可以說是 女人一輩子的功課 永遠都活在這個兩個字裡面 人家都說女生就是 活到老減肥到老 這兩個字就是減肥囉 是 女人就是 我們一生都在減肥 而且最常聽到的就是 我一直減不下來 怎麼辦 算了明天再減好了 不然就是說找藉口 我天生骨架很大 骨架大 對 然後我的骨頭很重 或者是我都是肌肉 那通常你都用哪一個 我都是因為我骨頭很重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聊的就是 減肥這個話題啦 那請到兩位藝人 為什麼還不出面 因為他們非常的可怕 看到兩個這個人形立排 臉遮住了 這是效果吧 這兩位藝人呢 其實今天有來到我們的現場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是誰嗎 後面那應該是白雲哥吧 喂 等一下 白雲哥現在比他瘦 我跟你講 真的 是不是 你現在說雖然很傷人 可是這也證明 他們現在做到一件 你們沒辦法想像的事情 對 已經不一樣了好不好 瘦得非常多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的 柯以柔 來 歡迎以柔 哈囉 大家好 天啊 你不像的 你受嫌詐欺 我跟你講 我覺得你們 該節目有在毀謀我 我們毀謀什麼 不是 這時候 的確是我最胖的時候 就進演藝圈最胖的時候 大概有60公斤 60公斤 你有辦法進演藝圈 沒有 是因為你知道 我之前有在做美食節目 這算職業傷害你了解 You know 對 這一張照片其實也有點小小的誤會 是因為我出外景的時候 其實我是這樣子拍照 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應觀眾要求 他希望你可以擺一個 一模一樣的姿勢 真的就是這樣啊 他猜耳頭大大 掌聲鼓勵啊 而且重點是... 那時候還是單身未婚沒生小孩 現在已經生了兩胎了 那個時候如果單身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對 不過你知道嗎 你的毅力真的很驚人耶 對 可以從這樣子的尺寸 恢復到你現在這樣 而且是已經生完兩個小孩 真的啊 現在用四個字來形容 你都不為奇啊 哪四個字 我們來證明一下 這一位真的就是我們的 柯宇柔 真的是耶 太誇張了吧 你們好過分喔 太誇張了 這真的過分了 而且你這個肩膀喔 不用穿服裝 可以去當美式足球 感覺好像墊尖對不對 怎麼會被拱成這樣子 是... 好啦 但是你現在真的 有瘦得非常的漂亮 謝謝... 好 歡迎我們的柯宇柔 好 接下來這一位呢 你覺得... 你看她大概是什麼年齡屎 這應該也是像過 生過小孩的媽媽 大概兩...至少兩個 對 因為你知道就是屁股有肉 通常就是被撐開了嘛 而且這裡應該是直線條 然後這個就是抱小孩 你知道 就開始虎背熟腰 有媽媽熟 所以認為她是已婚婦女 等一下 然後大概應該至少跟我一樣 生了兩胎 我要來... 我要來問一下我們的日本來賓 看她怎麼看這個人型力 來 天空小姐 有請... 來這邊一下 你幫我看一下旁邊這個力排 你覺得 你覺得她大概年紀怎麼樣 大概幾公斤 大概70公斤 70公斤 70公斤 60歲 你覺得她生過幾個小孩 5人 謝謝... 謝謝天空小姐 沒請 謝謝 你應該就像... 上個世代才會到5個 對啊 你插一個就一手 我告訴你 她是最近... 算是減肥成功 而且她減了17公斤 但是最厲害的是呢 她的罩杯完全沒有改變 好 我們來歡迎 減了17公斤的何佳玟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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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畫... 國寶... 國寶的頭要講話就誇張 她就是她... 她就是她... 我相信是不是 她現在不相信 我證明給你看 一 二 三 好可憐 好可憐 你不得不信啊 好可憐 這個是多久以前的照片 這個其實就是那時候最胖 65公斤的時候 大概多久前 八個月 八個月前 八個月瘦了17公斤 八個月前是這樣喔 你現在有沒有心裡 有一點覺得說 應該要跟她道歉 有名的像... 好可憐 謝謝 好可憐跟佳玟呢 身材恢復得這麼苗條 到底是怎麼減肥的呢 我們來問她們看看 其實我跟你講問我就對了 我人生一直在減肥啊 是不是 妳不用 我最胖的時候... 妳是便祕的問題 那不一樣 不是 我最胖的時候有62公斤耶 我跟你講我覺得好險 你們沒有拿我的人行力排來 因為62公斤 所以妳減了多少 大概15... 10到15公斤 你坐那邊啊 你站在幹嘛啊 不行啦 妳就是個鐵橙橙的例子啊 你問我就對了 你必須要先搞清楚自己的型 是 例如說你是 還是可愛的型 還是兩家婦女型 是不是呢 我可以問妳一個件事嗎 這個跟性感什麼關係 不會 不是啦 所以妳要至少 自己要走哪一個路線 不是啦 就是說妳要先搞清楚 自己是什麼身型 這點就要來問我們的邱醫生了 來 邱醫師請教導我們一下 謝忻妳不要難過啦 性感性 妳沒有胖... 沒有怕 不要難過 聽完了我的話 我沒有對醫生動出過 以醫生來講 你把中國文字玩得非常美妙 是... 請學問 基本上我們醫學上來判斷一個人 肥胖對健康有沒有危害 我們主要其實分兩種 一個是皮下的脂肪 還是內臟的脂肪 我們根據每一個人他身上 頑固脂肪堆積的位置不一樣 可以分成這幾種型 可是我頑固脂肪都堆積在胸耶 他很困難 他很困難 你怎麼可以在我們兩個人一起 他困難 不是 他困難是大家都看不到 我錯了 繼續 第一個叫做西洋裡 就是外觀看起來像一個 梨子的形狀有沒有 那就是下半身 下半身 下半身 對... 這種脂肪就是說 它主要堆積在 那肩膀窄窄的 所以看起來是下盤比較寬大 對不對 第二個形狀叫蘋果形 蘋果形就是脂肪堆積在肚子這邊 我本人 對...四肢不胖 但胖在中間這一段 那第三種叫 葫蘆形 它是有腰身的 對 有腰身 有腰身 對 但屁股大 胸也大 這樣不是很好 那是很好喔 腰手那一部腳踏上空嗎 那她是美系的女生 據說我們的女主持人 就是這種身材對不對 她很怕 她很怕 剛剛前面講的那段全部被剪掉 對... 今天是八截女生 你要給我時間準備 我就可以當成葫蘆形給妳 但是... 但是很不幸的 這種身材通常是什麼 胸部也會容易下垂 然後屁股也容易很大 然後很軟很鬆 那就是要保持運動囉 對... 所以... 那第四型就是香蕉型 從頭到尾 就是全身都一起胖 然後沒有身材可以 就是直筒型的 直筒型的 在全身 可以想到可以用水果來做 這樣子的分類 對... 所以每個女生在減肥之前 要先了解自己屬於哪一種體型 對... 然後知道妳的頑固脂肪 堆在什麼地方 我們來問問看喔 我們日本國寶級的天后 她看起來非常的瘦 對啊 可是... 你覺得妳自己是哪一型呢 我是小胖型的... 葫蘆型 葫蘆型 很明顯 對... 對... 扁葫蘆啦 對... 那等於是葫蘆加香蕉囉 那佳文妳是什麼型 我是蘋果型 蘋果型 我其實就是... 什麼東西開始胖 就是... 胖臉跟胖肚子 肚子 對... 非常可以 你咧 我標準的那種... 你知道東方女生就是西洋裡 就是屁股跟大腿下半身 像我胖也是都胖肚子 所以妳也算... 我們兩個像... 妳又屁股又有肚子 那妳等於是蘋果西洋裡 我們現在有找到很多變種的水果 對 我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我腳就是... 那妳胖不胖臉 臉也會 蘋果型 對 蘋果型 好 我們現在都搞清楚 自己是哪一個水果型了 是... 那所以搞清楚之後呢 就要請教醫師 每一種不同的類型 要怎麼來減肥呢 好的 我們現在呢 請到了黃醫生 趕快告訴我們 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讓我們瘦下來 我們用不同的這個水果型 有不同的方法 對 首先我們請家文 好 蘋果... 蘋果先來 蘋果型 蘋果先來 蘋果最要處理的是哪裡呢 就是腹部 中圍這一圈 對 那中圍這一圈 我們有很簡單的方法 是躺著就能夠瘦的方法 哪有這種事啦 不是 躺著就瘦 妳要相信有時候 老天爺會垂連我們的 我們不會永遠都這麼累 我相信了十幾年 我有聽說嗎 老師說躺著就能瘦 真的 對 就只要躺著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試驗 好 對 那我們試驗就是先 我們先測量家文的腰圍 好 好像有需要憋氣或什麼嗎 不用 就是放輕鬆就好了 那你先按著先不要動 好 現在這樣是多少 71.5 對 大概71.5 70.5 好 我們就算70.5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個骨盆枕 對 放在腰部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躺著做的 然後這個注意 就是我們要在硬的地面上 榻榻米 或者是在地板上 不要在床上 在床上效果就會打折了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 放在腰接近骨盆的位置 所以它不是單純在腰這裡 對 它是腰連接到骨盆中間這個地方 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摸自己的骨頭 最前面這個地方 有凸凸的地方 就放在這個的下面 然後停住之後 兩隻手借給我往上 然後兩隻腿借給我往下 把身體拉長 對 拉長的方式 大概如果 自己覺得比較辛苦的人 你可以坐30秒休息一下 30秒休息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肌耐力比較好 你可以直接坐5分鐘就夠了 就這樣子一直躺著就對了 對 就這樣 往上往下去做一個延伸 我們大概5分鐘之後回來找妳 好 不要走太遠 等我們喔 拜拜 這個是蘋果型嗎 蘋果型 那如果是西洋梨型呢 或葫蘆型 那個我們比較要處理的是 臀部這個地方 對 屁股很 來 這個 那就油嘛 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做的其實是大量的伸展 我們要把它拉長 那我們在椅子上坐試試看好不好 好 我們把右腳放在左邊 其實一個翹腳的動作很舒服 對 然後我們的身體 右邊往下半身 右邊往左邊 上半身 左邊往右邊 伸展 對 去做這樣的扭轉 我們扭轉的重點是 側身一直到臀部都要拉開 側身到臀部拉開 我剛剛轉的時候 妳聽到卡卡卡的聲音是正常的嗎 就是可能那個 真的 有聽到聲音是正常的 我跟卡卡卡有點吃力 就是肌膚老化的現象 對 就是它的關節相對比較僵硬一點 多好畫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大約是30秒鐘 然後我們就換另外一邊 再換一次 換一個翹腳 換左腳 換右腳 對 然後這個動作主要是 要拉側腰的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我們坐著的時候 可以坐這一個 那有些人覺得說 他一整天坐著很累 就不想要再坐 我們站著也有一樣的類似 好 我們的右腳跨到左邊 右腳跨到左邊 跨到左邊 然後兩隻手借給我 妳可以做一個扭轉 扭轉 一樣右邊在上面 然後往上 然後往右邊轉 有喔 然後轉 所以身體就會在側邊的地方 從這邊從肩膀一直到側腰 抖拉到的感覺 會有爆光 妳才練這裡好酸喔 然後我們做完一邊之後 做另外一邊 再換另外一邊 好 再換另外一邊 來 指上學員們跟著做喔 靠著扭轉 就是西洋梨跟這個葫蘆形 對… 靠扭轉的方式 對… 好 謝謝儀容 那那個香蕉型呢 那個的話 我們主要要雕塑的 會是上半身 可是它看起來已經很瘦了耶 香蕉 我真要說應該我算香蕉對不對 妳要怎麼用 像如果說男生來講 他整體是沒有線條的 所以我們要訓練是上半身 上半身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需要一點工具了 我們就拿出這個骨盆枕 所以我們這個骨盆枕 就往…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妳的手要跟肩膀一樣高 手跟肩膀 往內夾 往內夾 用力夾 好 停住的時間大約是30秒鐘 然後之後妳把它往前 然後一樣往內夾… 一樣往內夾… 我的線心都抖了 好 往內夾 為什麼線心那麼抖啊 不知道 我的胸大肌沒有力氣吧 對 往內夾 好 然後完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往上 往上夾 好 然後這個我們要訓練到的東西 尤其是我們的胸口這邊的肌肉 跟肩胛骨 然後讓我們的手臂線條也跟著進來 幹什麼啊 還給我笑啊 站好